大家好,欢迎来到数码老校 这一讲我们来学习关于这个亮度对比度,射接曲线 这三个命令主要针对我们图像 如果这个图像比较偏暗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亮度对比度 也可以通过射接,也可以通过曲线 来加强对比 让亮部可以更亮一些,对吧 暗部可以稍微再提亮一些,也可以的 或者把亮部加暗,让暗部提亮 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 好,我们下面来进入到Fotoshop软件中来操作一下 打开Fotoshop软件 文件在栏打开素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图像调整 第一个命令叫亮度对比度,对吧 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加亮度对比度 就是它,在这块区域,对吧 好,来看一下选择选项啊 第一叫亮度 提亮 就我们这个照片非常暗,对吧 可以这样去提亮 但提亮的话,结果来比较一下 本来这样的,对吧 天空有点难,对吧 一提亮的话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发现 墙面 包括人物这个主体 整个画面都亮了,对吧 对比度来看 提高对比度 再起来加强对比啊 这样就更强了,对吧 如果降低对比度的话 对比就弱一些 但整个画面还是什么 亮了很多 看到没 提高加强对比 降低的话 整个画面就亮的部分多,对吧 按的部分就少 这是一个方法 可以通过亮度对比度 来先提高图片 好,删除 再来看这个叫什么 色阶 色阶 我们可以通过色阶来判断 这图像好和不好 这色阶之后暗谱 就图像暗谱的地方 面积比较大,对吧 图像亮谱的地方 中间调比较少 这是亮谱 暗谱 亮谱 暗谱 中间调 亮谱,对吧 所以这地方少 亮谱这样拖拽 让它提高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先提 我们也可以看到 图像变亮了,对吧 整个图像画面变亮了 好,相机 也可以通过这个 改变中间调 来看 但是如果这个提的过多的话 整个画面偏灰,对吧 如果提这个的话 就加暗的,对吧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亮度 对比度有点接近啊 这是用来调整图像的 那也可以通过什么 一个通道进行调 红色通道来看 这个红色通道 改变一个通道的话 会决定什么 它的颜色,对吧 整个画面的颜色会发生变化 绿 蓝 这个决定它整个画面的颜色,对吧 点这个符号 恢复成木认道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地方来进行调整 也可以通过颜色进行调整 下面再来看 这个输出这个射接这个地方 黑到白,对吧 暗部 可以通过这个来减少 白色减少 取这一块画面 就灰蒙蒙的感觉,对吧 更加 什么 更加弱了,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地方 微调一下 微调一部分 不要很过 很过的话 这个树就看不清了,对吧 天空有弱了,对吧 这样微调一点 整个画面对比就强调出来了 这样也可以进行调整 就是整个画面 好,再来看 第三个 曲线来看 这个也可以来调 我们来看一下曲线 它这上面是默认的,对吧 加按这个点 这边一个点加按 往这方向来调 是不是体量的 但是 其他地方曝光的,对吧 体量的 曝光的没关系啊 这地方有个图层门板 跟我们其他一样的 用画笔 选择它 用画笔在上面图 这个就是 让我们这个调整的范围多大 这个音响的范围就什么 这个音响的范围就这块区域,对吧 这地方是不变的 art单击它 这个地方本来就白,对吧 它影响的就这个主体,对吧 亮的 其他地方 还是保留原材的样子 OK 这样去调,对吧 曲线,对吧 也可以调整 好,删除 再来看曲线命令啊 它这地方控制点,对吧 这个提量,对吧 往这方向,对吧 那这个控制点往上提 灰,对吧 往这方向提 变得更暗,对吧 它起到这样的效果 加强对比,对吧 但这地方还有中间,我可以单击一下 单击一下 中间就有个点 这个点我可以这样去拽 向上拽 是不是提的很亮啊 这个对比很好,对吧 本来很暗的,对吧 就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去拽,对吧 如果向下拽这个点的话 就边暗 向上拽就亮,对吧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通道 这地方RGB 红色通道 可以红色加强 选择绿色通道 绿色如果加强就偏绿,对吧 绿色减少就更红,对吧 然后蓝色通道 加强蓝色 减少蓝色 这个可以改变整个画面的一个色调 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 然后这地方 后面图成本板 画面把它涂掉 OK 可以这样去调 这地方这个蓝色这个效果 天空的感觉还在,对吧 但整个画面就偏黄了 可以这样去调整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整个亮部的提高,对吧 再来看 下面一个叫曝光度啊 这个曝光度控制整个画面的一个曝光 我把这个删除啊 只看这一个 默认的0,对吧 降低就按曝光提高 更高就这样一个效果 这样就出问题了,对吧 一点点曝光 再来看位移 位移相当于一个什么 色阶的偏移,对吧 往这方向变朦胧了 变模糊了 往这方向就加强对比了啊 灰度,西数,胶正 这一个 也可以对它进转,对吧 你来看一下 清晰度 往这方向按,对吧 往这方向亮 是不是这个曝光度也可以控制这个整个画面的对比啊 也可以这样去调整它,对吧 然后上面的可以用擦除掉表示 还保留下来 整个画面提亮 这地方就是说 我这地方给大家分享的这几个命令 亮度,对比度,色阶,曲线,曝光度 都可以控制我们画面的亮补和暗补 当然在以后我们凑着过程中 我们可以跟其他命令去结合起来 有更多的操作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选项 一个色阶和曲线 这两个是可以改变颜色的 这两个是可以改变颜色的 因为它有通道选择 而其他的只是亮度对比度,对吧 就这两个功能性更强 来看 对吧 这两个更强 色阶和曲线可以改变颜色 也可以提高亮补和暗补 好,大家去操作一下 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一讲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